近一个月以来,大量巧利人设的明星们绷了一轮又一轮 求求你们收连点做个人吧 我年底的金他房大厂塞不下那么多人好不好 别逼我改做17金他房101 层层选择最后票选出11位他房选手 人设这东西啊,娱乐圈惯用的营销手法 能短时间为人带来巨大的利益 但如果人设与真人相差十万八千里 一旦露出真面目,人设碎成渣渣,就活成了笑话 严重的甚至变成过街老鼠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盘盘近期人设碎成渣渣的几位明星 第一位,昨天新鲜出炉的于小光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不认识他 但他的老婆你们铁定认识 邱慈炫,我们的品如 对,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老婆根本没人知道的男明星 疑似出轨,一人独占热搜前几位 在报道视频里呢,于小光和朋友们上车后 还有一名女子要上车,但没坐了 于呢就很自然的一把把女子拉进自己的怀里 哇,好一个助人为乐,干当座椅的好男人 随后呢,于小光的公司发帖成亲 表示女子只是邻居 几个小时候又改口说要确定视频中的人是不是于小光 大哥,你要脸不? 那么为什么这个十八线的出轨新闻能抢占头条呢? 这就得归功于他立的一手好人设 绝世深情好男人 这里就不得不说说邱慈炫的人生遭遇了 她的童年非常的不幸 父母早年离异 妹妹溺水而亡 母亲因此患上精神疾病 只要邱慈炫有让妈妈不满意的地方 妈妈就会骂她 说她应该替妹妹去死 而且由于她是女孩 所以重男轻女的爷爷奶奶也很不待见她 但是她当了明星后赚钱给家里人 这个时候奶奶想跟邱慈炫从修亲情了 但是考虑到妈妈的心情邱慈炫没有答应 2006年开始邱慈炫来大陆拍戏 2011年一部回家的诱惑 让她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韩星 从此呢她就把工作重心转到了国内 在中国的工作让她遇到了于小光 从这里开始 邱慈炫的人生仿佛旧熟闻的下半段 她过上了老公疼 公婆宠的幸福生活 这些内容都是她和于小光 参加韩国夫妻真人秀 同床异梦里呈现出来的内容 这个综艺名啊 现在听起来真的有过不吉利的 这档节目在韩国有夺火 火到韩国总统文在寅夫妇 接见邱慈炫和于小光 表扬他们为中韩友谊做出的贡献 于小光还被韩国民众亲切的称呼为于可爱 可谓是以一己之力拉高了中国男人的国际形象 但其实在2016年 于小光就有过疑似出轨的爆料 但当时呢她只是个糊糊 而且邱慈炫选择了相信她 所以当时她用只是女同学 这种烂借口就把事情糊弄过去了 她俩结婚后呢 也有爆料称她一直有小三 但也没引起什么风浪 一而再再而散 这次她可逃不过去了 中国网友和韩国网友罕见的站在一起 对她进行了跨国联合打击 可笑的是啊 在同床异梦里 于小光为了立深情男人的人设 竟然还说出过 如果出轨 就我死你也死这种话 可拉倒吧你 你自己死吧 邱慈炫可要好好地过她的幸福人生 第二位 也是一位近期讨论过非常之高的人物 刘浩存 资源爆炸 被网友称之为国师之女 营销费用爆表 常年挂在热搜上的青春小白花 演技炸裂的新晋女演员 如果你有幸领略过她的演技 就知道为什么她营销赢得飞起了 离了国师 啥也不是 这种专业不过关 人设来凑的玩法 已经是娱乐圈的惯用伎俩了 还有青春小白花这个人设 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里 这种人设 简直就是在走钢索 近日就被挖出她父母的舞蹈机构 2012年致人瘫痪 法院判决刘浩存父母 负70%责任 正常人遇到治孩童瘫痪这种情况 心里是非常懊悔的 把一个孩子的一生毁了 那种巨大的震撼和痛苦 只要是正常人 你都会想着如何弥补 刘浩存的父母是怎么做的呢 认为自己无责 上诉 上诉被驳回 就一直拖着赔款不交 直到2018年被法院强制执行 6年啊 什么人能干得出来这种事 你们欢欢喜喜看着女儿 在荧幕上大放异彩 可曾想起那个半身不随的小女孩 在黑暗的角落里是如何悲惨度日 这件事在2021年 刘浩存准备要大红大紫的时候被爆出来 刘浩存方面是如何处理的呢 删帖 彻热搜 再度买营销买到飞起 可笑的是啊 有一个刘浩存道歉的热门话题 页面都见好了 而刘浩存根本都还没道歉 真是连热门话题都超前点拨了 事情闹大了 刘浩存的妈妈出来澄清 也是各种必中就轻 说已经和解 已经赔偿 但明明就是拖到法院强制执行 当自己女儿自己女儿瘫痪六年 你不闻不问 可别逗了 别再说罪不及子女了 罪不及子女 前提是会不及子女 刘浩存本人以及父母以及团队 但凡有点良知 都知道要出来诚恳道歉 而不是花钱无嘴买热搜 这一次危机公关的花费 应该不止一百多万吧 但凡拿出10%来给那个家庭 一点物质上的补足 难道不比你们在这 作秀卖惨的效果好 你们真的把那个小女孩当回事吗 青春小白花 秒变营销咖法治咖之女 真是个天大的笑话 第三位我要说的是 时代少年团的马佳琪 这个团是TFBOYS的师弟团 近几年在未成年人中风头正进 这个团的队长 马佳琪今年参加了高考 考出了307这样的超低分 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单 还衍生出了 我爱你你爱我 而无思思307这个梗 说实话 高考滑铁卢对一个艺人来说 不至于是毁天灭地的影响 网友吵吵酒落鱼就过去了 但好死不死 马佳琪的团队 一直给他营销学霸人设 成天发看书照 永远呢就停留在前几页 自己还出来说是年级前几名 粉丝呢说这个片段 是个开玩笑的视频 嗯我放出来 大家见仁见智 不太稳定 在年级前几之间徘徊 不是很稳定啊 一次高考呢 我人生最终他的一次考试 就要考得他一个马到成 真是一个有文化的考生啊 过去了过去了 网传呢在高考前还集资了 30万给他请名师补习 但公司拒不承认 马佳琪人设崩塌后被群潮 其中呢就包括主播火树 马佳琪的粉丝呢就是找火树兑现 结果火树反手就甩出清华学历 国家级科研项目 这脸打的啪啪的呀 艺人文化水平差 如果厌恶能力好 人品过关还有的就 但是拿着学霸人设照耀撞骗 这就是品德有问题了 还有任何人企图用学习 无用论来为酒漏鱼洗白的行为 不是蠢就是坏 不要再教坏小孩子了 读书有用读书有用 不接受任何反驳 最后一位压周的林生斌 这个让我在这一段时间里 经常气到手抖的人渣 骗过了全国人民 让大家真情实感的为他痛心 杭州保姆纵火案的既得利益者 表面哭唧唧 心里笑嘻嘻 把妻子的死亡当敛财工具 将民众的同情心玩弄于鼓掌 他的卖惨行径刚被揭露的时候 我真的真的不愿意去相信 直到我看到这两个证据 一个是案件发生后 他发的这个轻描淡写的 玩笑话微博 还有他在灵堂就邪教般的喊话 老婆孩子在电场 老婆孩子在电场 老婆孩子你听到了吗 让我相信了 当时的他根本不是满怀悲痛 而是沾沾自喜自己将要成为一个大明星 为什么当年这些这么瘆人的资料没有广为流传呢 因为他的一帮信徒四处打压任何怀疑他的人 道德绑架所有的人同情他可怜他 后续林生斌越演越上瘾 微博更是明显有携手操盘 时不时就剖出矫情文学 在痛苦中挣扎的林生斌 左一个潦草网友 右一个甜蜜出油 本来他拿了绿城的高额赔款 大可以高枕无忧 做一个有钱的普通人 贪心至极的他 偏要用他拙劣的演技 扮演一个苦情父亲 只是抱不住火的 今天朱小珍的家人发生谴责 网友们分析挖料 把他永久的钉在耻辱柱上 从前民众为他奉上多少真心 今天他就得遭受多少唾沫 没毛病 林生斌撤店铺告别微博 最后一条微博也是浓浓的代笔位 而且疑似代笔都看不下去了 写了这么一段话 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 也可以在一部分时间欺骗所有人 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人 这就是历史 完美的全是林生斌的翻车原因 人无完人切勿造神 本人团队粉丝精心营造的人设 越完美越经不起推敲 做人做事应该多注重品德修养 专业精进 投机取巧炒人设超近路 很有可能走的就是条下坡路 网络一线签相逢既是圆 给个三连支持一下